赵秀迟疑了一下 站在院子里不动了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叫一个婆子来 到处巡视一遍 确认没人了 再带方人猪进屋去 不管怎么说 是他邀方人猪过来的 若因为他的疏忽出了差错 他可不好向方家交代 先前他不想让人跟着 就让两个婆子回门房去了 现在叫人恐怕得费点时间 赵秀叫住了方人猪 逛了半日 你不累吗 不如我们去喝杯茶吧 你也尝尝咱们书馆厨子的手艺 方人猪对书馆厨子的手艺 不太感兴趣 更想先看一看西馆的藏书 赵秀曾告诉过他 这里存放着尚未整理好的书 还有一整个小院 存放着一千来册的永乐大典抄本 虽然是残缺的版本 但已经极为珍贵了 这一千多册书 还是老郡公领兵时 在民间搜集到的 来源不明 目的自然是用来哄老婆 张氏对其视若珍宝 一直将他们小心地存放在古楼小宅里 后来牛氏派人来搜寡财物时 因为不识货 把箱子打开 看了一眼 就再度关上了 碰都没碰一下 赵伟要建书馆 张氏就将这一千多册的书拿了出来 当作镇馆之宝 这样珍贵的大典 寻常人连见都没有机会见到 方仁珠身为爱书之人 又怎会错过呢 赵秀能体会到他心中的急切 想了想就说 那我带你去吧 你跟在我后面 我先进屋看一看 叫你你再进来 方仁珠面露疑惑 但还是点了点头 赵秀便走在他前面 进了正屋 探头往里面看了看 没发现有人 正觉得可以放心了 回身想对方仁珠说进来 就看到门后站了个人 穿着一身白 面色发青 全身都笼罩在阴暗中 他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瞪大了双眼 那人却茫然地看着他 赵姑娘 你怎么来了 手里还捧着一本书 赵秀按着胸口 只觉得自己方才被吓得不轻 小心脏跳得飞快 方仁珠在屋外 听见有男人的声音 也吓了一跳 但很快就认出了是谁 连忙跑了进来 然后脸上便是一红 低头笑声说 上表哥 上穷正了正 脸上的神色顿时缓和了许多 吴表妹怎么也在这里 赵秀这时候已经缓过来了 连忙解释了原委 上穷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有些歉意的笑笑 前些时候每天都过来 自己看书写作 因来的多了 也没人管我 只是进来几天 我有事没有过来 想必是他们不知道 我今儿会到 因此就没跟我打招呼 我是从侧门直接进来的 并没留意到正馆那边有什么动静 唐突了两位姑娘 实在是抱歉得很 赵秀还能说什么呢 方人珠只知道低头脸红 他只好干巴巴地说 不要紧 但是尚穷在这里 他们岂不是只能离开了 赵秀想起了方人珠 非常想看永乐大典 而后者过些时候就要离京 兴许要很长时间后才会回来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下次再来就不知是几时了 他实在不想让朋友失望 就开口问尚穷 那个 尚公子 你看方五姑娘跟你也不是外人 能不能 让他也在这里看一看书呀 他仰慕永乐大典很久了 哦 尚穷双眼一亮 然后就用一种非常特别的目光 看向方人珠 是吗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赵秀百无聊赖地坐在屋外的廊下 随手摘了片树叶下来 有一下 没一下地撕成了碎片 然后 由得他们随风散去 心里没意思极了 他那句请求一说出口 尚穷与方人珠就像是干柴遇上了烈火 一拍即合 尚穷到书馆来得多了 对馆内情形早已疏透 居然自告奋勇做了向导 领着方人珠在西馆内到处地逛起来 他不但领着人去逛 还会时不时地告诉方人珠 哪个屋子里存放的是什么种类的典籍 哪个书架上有好书 哪个书里有些绝妙的句子 简直是如数家珍 赵秀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 方上两家本是殷亲 各自都有哪些藏书 两家的子弟心知肚明 尤其尚穷与方人珠又都是爱书之人 更是清楚得很 因此尚穷知道方人珠大概看过什么书 而馆中又有哪本书能引起他的兴趣 或是弥补他往日学识中的不足 每一次介绍都是恰到好处的 百分百切中方人珠的需要和兴趣 方人珠听了一会儿 就已经被尚穷吸引了全部的心神 连好友赵秀已经出了房门 他都没有留意到 赵秀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颗 闪亮无比的电灯泡 虽然尚穷与方人珠都是世家出身 相处的时候不忘手里 可是这种气氛怎么看都像是在约会 还是双方都觉得很愉快的那种 赵秀看着就觉得非常的不自在 好像自己妨碍了别人似的 问题是方人珠是他带出来的 他不能先走人 又不好把人家丢在这个院子里 由得他们未婚夫妻孤男寡女的在一起 所以他只好无聊的坐在廊下吹风了 吹着吹着他忽然醒过神来 暗暗脆了自己一口 就算是要等方人珠也未必要呆坐 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他起身去了旁边的厢房 那边有雇来的读书人 抄写用的桌椅与笔墨纸验 永乐大典的残本太过珍贵了 当中有一部分因为种种原因 原书已经有所损毁 为了保证这部大典的传承 赵伟安排了一些雇员 将所有的书籍另行抄写了一份 已被来人翻阅 至于原本自然是能不动就不动得好 书馆的改建 赵秀曾经亲身参与 因此对这间屋子的格局 非常的清楚 很熟练地翻出了笔墨 间案上有雇员们抄了一半 还未完成的书 便跟在后面 用端正的管阁体续抄起来 等他抄完了半本 才看到上穷与方人珠 走进了厢房 后者双颊飞红 上穷却神色平静 对他说 中管前院有人叫唤 想来是府上的仆人在找姑娘 赵秀眨了眨眼 视线越过他们 瞧了瞧外头的天色 也非常平静地回答 哦 大概是因为太阳快下山了 该回家吃晚饭了 他们见我们 迟迟到还没出去 就着急了吧 方人珠听了 脸上的红韵更深了 上穷镇定地向赵秀行了一礼 劳烦姑娘照应社表妹了 穷控外人得知 我与表妹在此见了面 会与表妹归遇有损 故此还是不出面的好 等姑娘与社表妹离开 穷会自行离去的 赵秀瞥了他一眼 心想这人还算是个明白人 不是书呆子 瞧方人珠跟他相处时的情形 想必婚后也会愉快吧 想到这里 他就露出了微笑 上公子客气了 方五姑娘是我好友 我自然会照应她的 然后就把方才没抄完的半句话写好了 拿振纸压住纸 免得风吹起纸张 污了墨迹 就起身跟着他们一道出去了 出小院子门的时候 尚穷在门边站住 不打算跟他们一块出去 作为临别觊觎 他只是简单地跟赵秀告了别 对方人珠却说得多一些 还让他别忘了他提过的那些书 有时间就多看看 若有什么地方看不明白的 尽管地问他 方人珠红着脸低头硬了 两女回到前院 赵方两家的下人 都以为赵秀与方人珠 是看书看入了迷 才会忘了时间的 倒也没有啰嗦 至于书馆的几个仆役 他们之前没有留意到尚穷来了 不知一会儿去书馆收拾东西时 是否会大吃一惊呢 希望尚穷能机灵一点 遮掩过去 不过在赵秀看来 就算是这事儿暴露了 问题也不大 他是这书馆的主人之一 亦是仆役们的顶头上司 一时父母 他特地地吩咐过 不许告诉旁人我们来过 他们又怎么敢违抗呢 赵秀与方人珠 心情愉快地坐着马车回家了 路上 方人珠还在不停地夸奖着尚穷 说他才学如何过人 说他脾气如何地温柔体贴 说他如何地斯文手里 还说他智学如何严谨 读书又如何用功 简直就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赵秀不得不笑着打断他的话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家未婚夫是世间极品了 再没有旁人能比得上 平时总听人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 书先我可算是见着实力了 方人珠的脸轰得一下就红透了 结结巴巴地辩解着 不 不是 不是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真没有 赵秀看到他那个迥样 忍不住 扶到银枕上大笑了一通 方才安抚他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是无意的 不过尚穷今天的表现 应该令您挺满意的吧 我看你们兴趣相投 秦色和鸣 等将来成了亲 想必也会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方人珠的脸红得快烧起来了 低头抿着嘴不说话 只是眼中带着羞涩 嘴角却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喜意 赵秀瞧他这样 心里也为他高兴 还替他出主意 可惜你过些天就要去挤宁了 不然我多带你到书馆几次 让你们多多见面 培养一下感情 那样就更好了 我事先怎么就没想到呢 方人珠吓了一跳 忙按住他的手 你这人真是疯了 今儿只是偶遇也就罢了 怎 怎么能特地地约见 那样太 太 他说不出口 这样做跟大姐方慧珠的行为 有什么区别 他绝不会犯那样的错误 赵秀暗叹一声 也不去为难这位书香名门 出身的小淑女了 好吧 虽然我觉得上穷的人品是信得过的 你们未婚夫妻之间谈书论文 也没什么不好 但既然你不愿意 我也不会逼你 只是有一点 你们之间岁数差得有些大 至少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成婚 而你又马上就要随母兄南下几年 至少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成婚 而你又马上就要随母兄南下几年 说不定这几年内都要跟上穷断了阴信 你真的能放心吗 他可是早就到了娶妻的年纪了 万一受到旁人的引诱 放任珠仗红了脸 憋了半日才憋出了一句 我相信上表哥 他是个君子 哎 算了 既然你对他那么有信心 我又何必网作小人 我只是觉得你们几年不见 如果能相互通信 也是一种维系感情的方法 你可以跟你父母提的 心里也不谈私情 只说是要向上穷请教学问 想来无妨 今天你跟他不是聊得很开心吗 他还让你有不懂的就问他 不见面又不写信 那要怎么问 方人珠微微有些动心 上穷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那或许 通信是无妨的 若能时常地与上穷讨论诗文 请教学问 自然是件乐事 只是思想受受的罪恶感 又压在他心上 万一上家长辈知道了 觉得他是个不守规矩的女孩子 那可怎么办 但如果不与上穷通信 他有了疑问 又该如何向他请教呢 方人珠正烦恼着 赵秀便给他出了主意 要不 你就把给他的信 夹在给我的信里头好了 我替你转交 我哥哥跟上穷常有往来 若由他做信使 包管外人不会知道 上穷若有回信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转交 那样旁人就只会觉得 是我们规格间通信 你可以再小心一点 心里不留署名 又或是另起一个哑号 只谈诗书 不谈风月 就更加安全了 方人珠红着脸婉拒 那样太麻烦了 令兄还要备考呢 赵秀审的 可以让我哥哥在考完 秋为后再行动吗 再不然 让他派新妇去送信也可以 就说是 他与上穷之间的 书信往来好了 嗯 要不 我找人打两个信侠 能上锁的那种 留两把钥匙 你一把 上穷一把 这样无论谁负责转交 都没办法偷偷打开来看了 这回 方人珠摇头 摇得没刚才那么干脆了 看得出来 他也有些心动 赵秀笑的 你自己想去吧 当然 要是你能说服家里同意 你们亲戚之间通信 想必更简单 说完 他就往银枕上一靠 闭目养神去了 方人珠犹犹豫豫地看着他 想要伸手 拉一拉他的手臂 伸到半路 又缩回来 满脸羞红 却不好意思说什么 心里纠结无比 与此同时 身在明知书馆 吸馆中的上穷 却没有方人珠那么多纠结 他觉得今日书馆之间 实在是有太多的惊喜了 原来那个小未婚妻 与他如此投契 财学也非常的出众 他虽早就听说方家五姑娘是位财女 在京中名门闺秀 被人夸视财女的人不少 似乎会念两句诗 懂一点秦奇书画的皮毛 便是财女了 真正名副其实的凤毛麟角 而方人珠今日的表现 却证明了他不负财女之名 以他的才学 只怕寻常举人都比不上他呢 上穷一想到日后成了婚 夫妻间便可以畅谈学问 诗词畅鹤 那种日子 想想都觉得美妙无比 可一想到这种美妙的日子 至少还要等上好几年 他又开始叹气了 唉 这样不行 他想 至少要等上三年 他才能将这样一位理想的未婚妻 娶回家朝夕相对 实在太久了 但未婚妻年纪还小 又不可能提前婚期 而且他听说 方家人中元节后 就打算南下几宁 他甚至没办法 与他在各自的家中相见 还是通信好了 将想说的东西写在纸上 可以写得更详尽些 多斟酌几次 也比直接说话 要更能避免遗漏错误 他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看的书 连同信件一起送给他 再告诉他 他看完书后 都有些什么感想 而他看完后 也可以将想法写下来 回信给他 他们就可以尽情讨论了 尚穷决定回家后 就在家中仆仪里 选择合适的信使 就在这时 书馆的仆人到西馆来收拾 赵秀他们留下的痕迹 猛一看见他 就站在院中 吓了一跳 尚公子 您怎么来了 接着又紧张地再问了一句 您是几时过来的 尚穷醒过神来 笑了笑 我忽然想起一本书上的句子 就跑过来了 刚到 那仆人松了口气 没想到尚穷接着就问 我看见那边相仿的门开了 方才有什么人来了吗 那仆人早就听过赵秀的吩咐 怎么敢实话实说 便干巴巴地回答 是小的先前打扫时 忘了关门 小的这就过去 急急跑了 尚穷听着他的答案 也安下心来 看来建南侯府的千金 是个办事周到的人 安排得很稳妥 那他就放心了